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台双方联合举办记者会说明 未来如果合作的话 除了资源共享 会员优惠互通 还有内部业务合作 是福华饭店海外布局的第一站 现阶段我们的饭店 日本的住房率将近是在15% 我们也期望达到30%到40% 有更多的日本客人 来到我们台湾观光旅游 在阿东饭店以东日本为中心 目前有48间饭店据点 未来布局会选在交通便利的地铁沿线 盖100到150间客房的经济型平价旅馆 不只瞄准日本当地人 也一并锁定台湾度客生意 东京2020奥运期间 他们要突破5000万人次的目标 现在已经他们的旅游人次 已经到一年有2800万 他们日本的整个观光增长幅度 非常的快 所以其实也不是只有福华集团过去 早些年台湾的豆某集团 已经在日本那边都已经陆续在做 兴建旅馆相关的工作 集团第二代料动和接班之后 除了自创品牌抢平价饭店市场 以旧品牌翻出新花样 现在还将进一步跨海插旗 日本市场替集团再度投入新的活水 三连新闻中之委戴此会 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